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始了一场焦点战 摩洛哥迎战西班牙 上一次两队在世界杯交手 摩洛哥2比2战平西班牙 这场比赛现场大部分都是摩洛哥的球迷 所以的那个西班牙队入场的时候 摩洛哥的球迷们想起了巨大的噓声 两个国家隔海相望 虽然西班牙队实力处于优势 但摩洛哥也在本季世界杯展现出了强硬的一面 比赛期间西班牙的球员家维创造了一项记录 他以18岁0123天的年龄成为继1958年的贝利 17岁0249天之后 出战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最年轻的球员 除了年龄上创造记录之外 这位金铜奖得主在比赛中非常拼 尤其是防守的时候 这是在进行到第19分钟 家维对抗中迎着对手的脚 直接逾越冲顶回传队友 要知道直接甩出自己的身体 是很有可能被对手踢中头部或者面部的 但家维依旧不拒 甩出身体愉悦冲顶 不少球迷表示这一幕 也令人想到英格兰队传奇中魏特里 在12年前的南非世界杯期间 英格兰队小组赛遇到斯洛文尼亚 比赛期间的特里在封堵对手的连续射门 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头去挡射门 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幕 如今摩洛哥和西班牙的比赛 大家都认为船空为主的西班牙的是秀才 摩洛哥是身体强悍的兵 但是在比赛中 西班牙的球员们也都很拼 家维年龄小 颜值高 甚至还被称为是驸马 但到了比赛中 还是要靠着实力说话 也期待接下来家维的表现 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取得了进球 接下来力争要率队取得好成绩 警号2022世界杯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